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节目让我们把视线锁定中东地区 在这里新华社记者将和您一起触碰中东脉动 体验中东风情 今天我们演播时请来的嘉宾 分别是新华社常驻中东的记者刘畅 刘畅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一位是常驻开罗的记者潘超越 超越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 当地时间8月25号 埃及总统塞西启程前往俄罗斯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那这是他就任总统一年多以来 第三次访问俄罗斯 双方在反恐经济等问题上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尤其是双边经贸关系 成为此次塞西访俄的重中之重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8月25号 埃及总统塞西开始对俄罗斯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经贸合作问题则成为了 此次访问最主要的焦点 当地时间26号 普京与塞西会面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谈及俄埃双边关系时 普京表示 双方一致同意采取切实步骤 促进两国贸易格增长 其中将包括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与埃及自由贸易区 在双边经贸活动中实施本币结算 以及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等 有埃及媒体报道 塞西此次与普京等俄方高官 认真讨论在埃及建设俄罗斯工业园的问题 园区选址既可能在苏伊士运河附近 又可能在开罗以南的法游母省 涉及产业包括汽车制造 建筑材料 船舶零部件制造 能源设备制药等 埃及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俄罗斯目前是埃及第13大贸易伙伴 在埃及的2014至2015财年的前9个月 埃及从俄罗斯进口额约12亿美元 对俄罗斯出口同比大幅增长73%至1.32亿元 除此之外 今年2月10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埃及期间 双方就俄罗斯帮助埃及建设首座核电站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本月初 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 在赴埃及参加新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前说 预计今年秋天 两国领导人举行高级别会晤时 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俄罗斯将为埃及提供最先进的核电机组 其装备有目前最好的安全保障系统 短片看完了 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赛西此次访问俄罗斯的时间点 超越我们知道 这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埃及结束以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赛西就启程前往俄罗斯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不是说埃及的这个外交政策发生了转变 它有这种气美投俄的这个倾向吗 还是说埃及在权衡与这个美俄两国之间的关系 好的 其实从赛西总统2014年6月当选以来 他这个在外交上的动作是平平地做出外交动作 从近的到远的 他的中东地区 低中海沿岸 欧洲 远东 以及美国 他其实现在他的主要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多元化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气美投俄 或者说 抛弃了原本的这个盟友的关系 而是说他在 根据自身国情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些调整 寻求这样一种多元化的外交战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 赛西今年是已经是第三次出访俄罗斯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于今年2月份来到了埃及 并且受到了最高的领域 到了长期不用的一个库巴公总统府 我们记者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接受的不管是从军队上的 还是在接待上的 都是最高领域 可见就是埃及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非凡 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埃及一直以来跟这个美国 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关系 从穆巴拉克时期 他是一直的亲美政策 美国是埃及坚定的盟友 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坚定的盟友 互为最坚定的盟友 那一直把俄罗斯扣于一边 而到了穆尔西时代 尽管他只执政了一年 但是他其实跟美国的关系 一直是摇摆不定的 而到了赛西这时候 他就选择了既保持与美国之间的亲密关系 又与中国 俄罗斯 欧洲等等多个大国和区域之间 保持良好的关系 所以说他现在的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多元化的政策 我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提到了 这是赛西第三次访问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对于埃及 对于赛西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其实从民间来看 最直接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在埃及旅游的游客 我们可以说50%以上都是俄罗斯游客 这就可以看出俄罗斯对于埃及有多重要 这第一点就是他的旅游业 埃及的旅游部门经常会以 今年俄罗斯游客的数量的增幅和减幅 来表达今年埃及旅游形势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可见俄罗斯对于埃及的旅游业有多重要 那这只是民间来说 那从战略上来说 从国与国来说 俄罗斯与埃及之间有军售关系 埃及向埃及与俄罗斯签订军售合同 在军事上有联系 今年六月份埃及和俄罗斯就在地中海沿线 亚历山大港进行军事演习 那是在普京总统二月份来了之后 马上敲定的第一项军事合作 然后从经济上来说 从经贸上来说 他今年2014年2015年 他这样塞西总统上来的这一年 他的整个经贸和同期相比提升了50% 再往下看就是一个能源上的 俄罗斯对埃及输出石油和天然气 再往下看 他还有粮食上的合作 因为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那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 那其实这样这方面 不管是民间的 还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 俄罗斯对于埃及来说 尤其埃及现在在实行一个叫向东看的这样一个战略 包括俄罗斯 包括中国 将往大国向东看的战略中 俄罗斯它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从这次访问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埃及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实就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一旦他这一次的出访 所涉及到的协议全部达成的话 对埃及的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那么与俄罗斯的合作又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呢 其实这一次赛西其实已经是第三次出访了 一次又一次 包括他们的部长级别 外交部长级别的来访非常的频繁 那其实他们一直是在努力的落实和签订各方面的协议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从军事上的 粮食上的 能源上的 经贸上的 以及民间的这个旅游业方面 所以他们如果埃及这次出访的协议全部都能达成的话 这对于埃及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出访 或者说一个举动 赛西总统当选一年以来 他这个走向东看的这样一个战略 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取得的成果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 那如果现在得到俄罗斯 包括俄罗斯牵头的一个叫做亚欧经济联盟 这样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组织 得到全部他的支持的话 包括像俄罗斯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这一系列的之前独联体国家 加上俄罗斯这样一个区域大国 他的支持的话 对于他一个我们一直在说埃及要有一个复兴之梦 要复兴他之前的一个中等强国的这样一个战略的话 是起到了极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好 我们得到的这个最新消息 埃及在近海 地中海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这个天然气油田 那么发现这个天然气油田 对于埃及来说 它会在中东乃至全球的一个格局 会有个什么变化吗 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最近才发布的这样一个消息 是意大利的一个国有的能源企业叫ANY 它其实是在非洲地区 非洲大陆上最大的一个能源企业 它在非洲大陆上已经开发了近60年 运作了60年 所以它这一次发布的消息可以说是一个重磅消息 极大利好对于埃及来说 对于塞西总统来说 它是一个极大利好 那它得到的 我得到的数据是这样子的 现在开采的叫勘探的这一个油气天然气区域呢 大概是在30万亿立方英尺 它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地中海最大的一个天然气气天 那30万亿立方英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对于埃及来说它每年的消耗器 大概是1.9万立方英尺 约2万立方英尺 那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数学题 就是30除以2 那就是15年 就是对于埃及来说 如果正常使用 这块气天就够它使用15年 15年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开发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更多意义上这块油田的勘探 我们先不说去开采 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埃及来说 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首先对于它国家来说 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一直以来 它是一个能源输出国 尽管它不像海湾国家 沙特等 它具有很多的油田气田 是欧佩克组织 那它不是欧佩克组织 但是之前一直属于一个 在自己国家消耗能源 富有的情况下 并且输出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经过三年的动荡之后 它不管在国家政策方面 还是具体的开采技术方面 都有所下降和得不到支持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能源进口国 那每年消耗的能源 也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俄罗斯也会对埃及进行一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一个输出 那如果现在15年的这样一个运藏量 对于埃及来说 是等于掉下了一块免费的馅饼 它在能源这一方面吃了一个定心丸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从民间来说 人民对于这个塞西总统的一个执政 可以说是更有了信心 尽管这个属于运气成分 对于塞西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线别 但是对于民间来说 我们有了塞西总统的这个领导 有了这样一块巨大的一个气填 那我们就是坚定了他的这样一个执政信心 那从区域来说 一直以来埃及跟沙特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他是亲兄弟盟友 那沙特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能源大国 那如果这时候埃及发现了这样一块 用储藏量巨大的一块能源宝地的话 那对于沙特来说 他的心理上会发生一定的转变 我们拭目以待 那从更远的来看的话 美国重返中东的这样一个战略 拉拢埃及的这样一个战略 是否会发生变化 以及俄罗斯刚刚跟埃及交好的这样一种情况 又发现埃及是一块大宝地 那俄罗斯对他的战略是否又会发生变化 所以说我们这样从长远来看 这个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埃及本国区域 甚至是整个地球全球的这样一个政治格局的改变 聊了这么多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埃及的这个外交格局和这个经济发展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 好 谢谢潮雨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锁定黎巴嫩 当地时间8月22号晚 黎巴嫩军警与示威的民众 在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发生了冲突 冲突最终导致160人受伤 而冲突的起因是贝鲁特地区的垃圾危机 具体的情况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黎巴嫩军警与示威民众 当地时间23号晚在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冲突加剧 据黎巴嫩红十字会宣布 当晚已有45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在当天因垃圾处置问题示威而导致的冲突中 一些示威民众向军警投掷石块 军警则使用了催泪弹高压水龙等 试图驱散示威民众 冲突造成多名军警和示威民众受伤 报道说一些企图制造事断的人 趁乱纵火和砸碎商铺门窗玻璃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举行记者会 承诺严惩冲突事件中使用暴力者并追究责任 称政府绝不姑息也不会袒护任何人 22号下午数千名当地民众 聚集在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黎巴嫩总理府 和议会大厦附近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迟迟没能解决 持续一个多月的垃圾危机 呼吁政府尽快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当晚黎巴嫩军警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 造成双方数十人受伤 黎巴嫩内政部长鲁哈德·马什努克 当地实现8月24号在贝鲁特说 发生在贝鲁特市中心的军警与示威民众冲突 已造成99名警察和61名平民受伤 马什努克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会晤后 对媒体发表谈话说 离监察部门正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届时将向媒体公布调查结果 马什努克指责一些政治派别鼓动民众上街示威 与治安部队发生冲突 试图冲击总理府和议会大厦 他说在任何情况下 治安部队都不会允许示威者通过武力和暴力 进入总理府和议会大厦 据悉1997年贝鲁特南部开设了一个临时垃圾填埋场 原计划只用数年 结果用了18年 黎巴嫩有关部门在民众压力下 于今年7月17号关闭了这个垃圾填埋场 负责运输填埋垃圾的公司因合约期满 也从7月中旬起停止收集贝鲁特等地的垃圾 导致大量垃圾堆积 许多黎巴嫩人认为 这场垃圾危机不仅危害国民健康 而且有损于黎巴嫩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直接影响黎巴嫩的旅游业 刘畅我们知道这一次冲突的这个原因 其实是一个名声问题 那么就这样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 会引起这么大的冲突吗 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原因 好主持人 谈到这次这个垃圾危机 我想刚才小片子里也说到了 它就是因为一个垃圾在贝鲁特南部的 一个垃圾处理厂的关闭的问题 那么是上个月的中旬的时候关闭的 然后导致后来这个贝鲁特就变成了一个大的 因为关闭了一个小的垃圾处理厂 然后让贝鲁特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处理厂 然后因为又感到这个正好是七月八月的这个时间 是夏天非常热 然后整个贝鲁特就是属于臭气熏天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就已经就不满了 而这个造成这个这次垃圾危机的原因呢 我们看你刚才也提到这是一个民生问题 实际上这个是它的根源 从根源来讲是黎巴嫩目前政局混乱 党派斗争的一个缩影 应该说是一个政坛无能的这么一个缩影 因为我们知道从去年的5月24日 那么原先总统 以前的这个前任总统叫苏莱曼 他的任期到了 然后因为根据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宪法 规定了这个总统是不能连选连任的 那么这个就后来就产生了一个 怎么样去选选举这个总统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呢 黎巴嫩这个国家呢 他属于一个四多 怎么叫四多呢 就是多民族 多种族 然后多语言 多宗教 那么在1943年 它是原来是法国的这个殖民地 然后1943年它独立以后 它进行了权力的分配 因为它这个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那么总统是由基督教 基督教的马龙派来担任 总理由伊斯兰的逊尼派来担任 那么议长是由这个伊斯兰教的实业派来担任 那么这个就产生了问题了 那么各个政党就根据他们不同的这种归属 去组织一些小的团体 然后内斗不断 然后这个也后来也导致了 从1975年开始 黎巴嫩进行了15年 长达15年的内战 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导致了 虽然说内战是在1990年停止 那么在一直以后 在政坛上也是纷争不断 那么这一次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为了选举这个新的总统 那么黎巴嫩的议会一共举行了 我算了一下是27次投票 那么因为根据黎巴嫩的宪法 这个投票选举这个总统 如果要产生一个总统 是需要所有议员的三分之二到场并通过 才能选举新的总统 那么每次这个投票的时候 都是因为各种派别不同的抵制 那么它就无疾而终 意而不绝 现在目前呢 就由于这个政府 长期没有一个有行之有效的 这么一个行政的 这么一个系统整体 这一次的垃圾危机 就正好是体现出了黎巴嫩政局 长期的不稳定 长期的斗争 那么这个大环境 其实我们这个黎巴嫩这个危机 我们还考虑一个 整个中东地区的大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黎巴嫩一直以来 因为政党派别 它是两大派别 它这个派别的名字都很有意思 一个是叫3月14日联盟阵营 一个叫3月8日联盟阵营 那个3月8日联盟阵营呢 它是由黎巴嫩珍珠党主导的 那么这是一群这个政党 然后这个是亲伊朗 就是什叶派 中东地区什叶派穆斯林支持的 那么另一个3月14日 这个联盟阵营 它是由前总理 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的儿子 他叫萨阿德哈里里 领导的这么一个未来阵线 维绕未来阵线组建的 这么一个联盟 这个是亲西方的 亲沙特这些逊尼派的 所以说在这两派之间 他们一直在斗争 所以说这个也凸显了 就是地区地缘政治 对于黎巴嫩国内政治的 这么一个扯动的 体现出的一些效果 刘畅我们了解到 黎巴嫩的总理萨拉姆 8月23号在贝鲁特 就针对这一次的这个冲突事件 表示对这个冲突事件中 使用暴力者是绝不姑息 也要这个追究责任 那么具体的情况 我们大家一块来到现场看一看 萨拉姆在当天上午 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对于22号晚发生的冲突事件 必须追究责任 特别是对示威群众 过度使用武力 他指出所有相关责任人 将受到清算和追究 政府不会袒护任何人 所有政治派别 也应当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关于垃圾危机萨拉姆说 政府目前尚未找到 根本解决方案 内阁将于下周开会 继续讨论垃圾危机问题 刘莎我们知道 黎巴嫩其实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这个国家 坊间也有这个小巴黎之称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垃圾问题 以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难民涌入的问题 会给黎巴嫩当局 一些什么样的压力 好主持人提到这个难民问题 实际上我们看 黎巴嫩目前不仅是有垃圾问题 实际上是难民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严重的 在黎巴嫩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最近经常都听到 这个欧洲一直在抱怨 就是从中东和非洲来的难民 很多这个需要 要求避难的人很多 实际上从黎巴嫩来讲 黎巴嫩是目前世界上 难民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黎巴嫩的人口是450万 而他接纳邻国 叙利亚的难民 接纳的将近现在是120万 所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么你想这么多的难民 他涌入黎巴嫩以后 而且我们刚才谈到 黎巴嫩现在目前政府 属于一个基本上不作为的一个政府 那么进来以后 我想给黎巴嫩带来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 黎巴嫩它的国内经济 65%的GDP 是靠银行业和旅游业来支撑的 那么这样一来 你这么多的难民进来以后 首先第一个从安全上来讲 大家都会感觉 你这个国家这么多的难民 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 也是不安全的 我怎么能去你那旅游呢 再一个呢 你这么多的难民进来以后 对黎巴嫩的公共财政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你这么多人来了 你要吃吧 是不是要住 然后看病 孩子要上学 这一系列的问题 都要会给这个黎巴嫩的 贝鲁特政府呢 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苦恼和麻烦 那么我们知道 黎巴嫩本身 它这个国家 就是一个赤字在运营的国家 那么这样 这么多来的 突然来的一百多万的人 新增了一百多万人口 那么势必对它的 这个整个财政运行呢 会是我们说亚历山大 这个是毫不为过的 再一个我们就说 治安的问题 我们刚才谈到 治安的问题对旅游业 是影响很大 那么现在因为难民来了 难民这个素质都是 你不能选择它的素质 它是有高有低的 像它里边肯定也有 一些什么小偷啊 有些什么 一些 甚至一些暴力 有暴力形象的 那么给黎巴嫩的治安 和警察 维护街道的这种治安 带来的也是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知道了 黎巴嫩不久之前呢 他为了解决这个难民问题 他和联合国 联合国他搞了一个 联合的这么一个计划 黎巴嫩是问联合国 就是说 也是问国际社会吧 在两年内 他说如果你要要求我 把这一百多万的难民管好 那么我大概两年 需要21亿美元 那么大概双方呢 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约 然后在科威特 召开了两次国际认捐大会 那么当时会上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好 但是一到这个会议结束 我们想到今天为止呢 根据最新的数字来讲 联合国的数字说 目前到位的资金 仅占13% 所以说呢 这个黎巴嫩自己 他就是说他受不了了 那么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呢 他就控制 就加紧了 就是对那个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边境 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控制 那么控制的这个 更多的难民流入黎巴嫩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从这些 整个的 整个的这各方面的这种 包括从经济也好 包括从 他需要国际社会的这个援助也好 包括他对边境的管制也好 可以看出难民对黎巴嫩 整个社会 整个政治的这种格局的影响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好 我们这个提到了 这个黎巴嫩当局 我们知道 这个总统选举也是一拖再拖 直到今天 仍然没有确定 这个总统选举的这个日期 我想问一下 就是总统职位的这个空缺 会给黎巴嫩带来一个 怎样的影响 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警民之间的这个冲突 在未来会日渐的频繁吗 首先我们谈到这个总统职位呢 我们可以首先先看一下 黎巴嫩这个国家 它的行政体制是怎么样一个构成 那么总统 因为黎巴嫩它是属于一个 议会民主制国家 也就是说呢 总理实际上是掌实权的 总统呢 它是属于一个虚职 更多是一个虚职 那么在1990年 内战停止的时候呢 黎巴嫩的各派呢 签订了一个叫塔伊夫协定 那么在这个协定之前呢 总统的权力还稍微大一些 那么在1989年 就是签订这个塔伊夫协议之后呢 总统的权力实际上被削弱了 但是也就是 就算是这样 总统作为国家元首 作为三军统帅 他在国内呢 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 很强的一个人物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它是黎巴嫩的政局的 整个一个 还是处在核心的位置的 那么没有这个总统职位的话 总会感觉就像 你四条腿的椅子 你缺一条 他总是坐不稳的 那么我们想呢 在未来呢 围绕总统职位的这个竞争 应该说会愈演愈烈 特别是这次垃圾危机以后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苗头 因为垃圾危机 它虽然本身 它是起于这个垃圾的处理问题 但是各派看到了 这是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大好时机 那么大家利用 那么相互争斗的这个程度 会更加的惨烈 那么所以说在未来呢 我并不看好 这个黎巴嫩的政局会 各派会做出 因为这个事情做出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妥协 相反 他们会这个变本加厉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说呢 对黎巴嫩以后的政局的动荡 我是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至于你说 这个和军警的冲突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因为在中东 这块比较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是什么事情发生的 可能性都比较都是有的 那么我们知道 2011年 在突尼斯 我们知道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就是一个小贩 他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了 他把自己点了一把火烧了 最后烧到了整个中东 很多国家 包括卡扎菲的倒台 包括现在叙利亚 不进不退 这个战火连天 很多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把火的问题 那么这个垃圾处理问题 我们出来以后 很多媒体都在吵 这会不会是第二次 阿拉伯之春的起点 那么我想呢 如果说 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的内政 我们刚才也谈到 叙利亚的内政 实际上是和整个地区的 地缘政治 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它都是有外部势力 在干涉 在操控 从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政治实体 那么在未来呢 我相信这些域外 利巴嫩境外的 这些政治实体 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 利巴嫩的政治斗争当中去 所以说我们不排除 这个利巴嫩的内政 会由于这一次垃圾危机 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导致更以为严重的地区 这个危机会更地区化 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冲突 那么到那个时候呢 我想 当然是谁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能看到这一点的话 也就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都应该希望 利巴嫩国内的这些政客 能够相互进行妥协 拿出一些妥协的精神来 然后这样的话 把让利巴嫩的政局 回到正轨 然后起码你把垃圾先收拾 然后让人民对你的政坛 恢复信心 然后起码对中东的 整个的政坛的和平和发展 能带来一定的希望 让大家看到一定对和平的一些信心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刘畅 对于这个利巴嫩问题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解读 好的 本期的中东精选就在这里 非常感谢超越和刘畅 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非常精彩的点评和分析 中东精选将为您持续关注 环球精选希望为您打开 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